一家联邦政府机构周五发布的指南称 雇主可以合法要求雇员打新冠疫苗 另外雇主也可以提供无限制的奖励 鼓励员工打疫苗 联邦政府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 在指南中确认了这一点 有专家指出 这实际上并非是一个新的概念 此前的规定也允许雇主 强制要求雇员打流感的疫苗 不过另一方面 雇员也可以申请合理的豁免 比如说出于医疗或者宗教的因素 无法打疫苗 拒绝打疫苗并不意味着就会被解雇 但是雇员可能需要签署一份期权书 或者同意在特定的条件下工作 以限制对自己或者他人可能造成的风险 截至目前 大多数企业尚未对雇员提出 强制打新冠疫苗的要求 相反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提供奖励 鼓励员工打疫苗 比如说为他们提供现金奖励或者休假 有专家指出 企业不太愿意给员工施加强制的疫苗要求 可能是因为担心被起诉 此前曾有法官支持雇员一方 但是呢 也有法官认为 在当前新冠大流行的背景下 强制要求员工打疫苗是合理的 这次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感谢观看